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歡迎收看今天的 我沒有聽過了 說什麼話說的 OK 那麼最近呢 看到很多新聞都在報導這個 我刷微博的時候呢 我發現 大部分微博的網友呢 都很樂觀對這個事情 蝗蟲之所以感覺那麼厲害 是因為他們沒有見識過我們這個吃貨民族 所以今天呢 我就是想跟大家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究竟這個蝗蟲 如果真的來了的話 我們要怎麼吃 要吃多少 OK 影片開始 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世界上最強的蝗蟲是什麼 答案在篇尾揭曉唷 那我們就用4000億隻來做一個基數這樣子計算 首先那是4000億隻嘛 然後呢 中國呢 一共有14億的人口 所以呢 就是4000除以14 我們得出的結論呢 是 我們每個人其實只要吃286隻就OK啦 因為呢 這個蝗蟲呢 它繁殖能力是比較強的 它一個月呢 就產一代 一代呢 就可以存活3個月 那每繁殖一代呢 它的種群數量呢 就會增加20倍 蝗蟲呢 它僅僅需要21天就可以成蟲了 按照我們這個吃法的話呢 這286隻呢 我們一定要在一個月之內把它吃完 但有一些人就會講啦 你怎麼這麼傻咧 人可以不吃的嘛 我們可以拍那些雞啊 雅啊 那些去吃的嘛 那天呢 我就看到微博呢 有一個熱搜 就叫 蝗蟲的克星是 蝶豬雞 我第一個反應 蝶豬雞就是這種 然後我又萌生了一個想法 那麼 究竟要多少隻雞啊 才可以吃滿4000億的蝗蟲呢 我在這裡就跟大家準備了一個最樂觀的算法 那麼 根據專業養雞人士提供呢 養雞呢 一般呢 都是一日吃3次 然後養鴨呢 一天呢 可以吃4、5次的 散養雞的話呢 每天呢 就是早晚各位一次或者各位兩次 那麼這邊呢 我們取一個平均數 就是按一隻雞 每天吃3頓來說 一隻成年雞呢 它一次一頓喔 它的食量呢 就在80到120克 那麼冬天的時候呢 它會吃的多一點 就在90到150克左右 那雞不同呢 雞的大小不同呢 吃的也會不一樣的 那大中雞呢 它就吃110克一頓 然後冬天呢 就吃130 那麼小雞雞呢 就吃90克左右就OK了 鴨子其實也差不多 鴨子它一天的採食量呢 大概在150克到160克左右 因為不同雞有不同的算法 然後現在也是冬天嘛 所以我就取一個中屬 130克 你就算一隻雞一頓是130克 然後一天吃3頓 所以一隻雞呢 一天呢 就吃390克的東西 聯合國的微博裡面講到呢 它說每一隻蝗蟲的食量呢 就可以吃它等身的食量 就是說每天可以吃2克 但它自己本身也是2克的意思 我們算一隻蝗蟲的質量為2克 那麼呢 一隻雞呢 一天可以吃390克的東西 一隻蝗蟲是2克 所以呢 這樣算起來 一隻雞一天可以吃195隻蝗蟲 剛剛說到蝗蟲的蝗蟲期是21天嘛 所以呢 你必須要在21天把這些東西全部都搞定 這樣子算的話呢 你要在21天把這個東西吃完 你就是195 吋21天 每一個蝗蟲周期呢 這個雞就可以吃4095隻蝗蟲 現在還蠻多的 就一個月可以吃4095隻蝗蟲 我們要在一個週期21天之內把所有的4000億隻蝗蟲都消滅掉 那麼要多少隻雞呢 我的計算機已經打滿了 然後4000億再除以4095 9768萬0...9...17 9800萬隻雞 在21天之內就可以把這個4000億的蝗蟲給全部都吃掉 那我也很擔心 我們國內雞的產量是如何 後面又看了一個馬雲在馬來西亞的訪談呢 馬雲是這樣說的 你知道中國人一年吃多少雞嗎 中國人一年吃80億的雞 媽耶 如果按他這樣講來說呢 我們拿出9000多萬隻雞 其實還是蠻輕易的嘛 對不對 按照這個數據推論我們一年吃80億隻雞 那麼就是一天吃大約兩千萬隻雞 由此推論我們全國人民五天不吃雞 就可以省下一億隻雞啦 但是呢這個情況呢是非常樂觀的情況 因為你要這些雞呢 鴨呢21天之內是什麼都不吃 就一直在吃這個蝗蟲啦 就有些雞可能會吃到生無可戀死掉啦 有些雞就可能撐死啦 這邊呢只是一個小小的計算娛樂而已 那麼呢講到吃蝗蟲這個點呢 作為一個吃貨來說呢 我有一個專業的美食爸爸 然後我也去訪問了一下我爸爸 蝗蟲就要怎麼做才好吃 我爸說呢無非就是兩種做法 一種就是椒鹽就更有風味 然後另外一種呢就是油炸 然後我就問他說 我說那你喜歡吃火鍋 那麼扔到火鍋裡面行不行呢 不是那但是為什麼火鍋不行呢 什麼你咬不入鍋啊 咬不入鍋啊 咬不入鍋啊 慘口鍋啊 你炸了它 你炸了它之後它脆的嘛 變了鬆脆才吃得到的 哦 絕對大咩 有興趣的朋友你們也可以試一下 看一下好不好吃 最後我就很手賤的在淘寶搜了一下 蝗蟲 真的 找到了好多家都在賣這個吃的 OK我就手賤了在淘寶搜了一下蝗蟲 有火體的啊 然後隨便點一個看一下 等一下看一下這個成交量還是很高的 然後我們看一下買家秀 我就最喜歡看別人買家秀 就大致上是這種情況吧 就是有麻辣的有椒鹽的 很多味道的都有 還有這一種感覺他們真的買很多耶 就很大包耶 那最後看到淘寶我也不擔心了 因為我看它這個買家秀啊 帶都應該不只兩百多隻對不對 那麼多喜歡吃蝗蟲的人 可以幫我分擔了我那兩百八十多隻 所以我這次還是蠻開心的 哈哈哈哈 這次的是進口的蝗蟲嘛 跟我們國產的蝗蟲 肯定是有一點點不太一樣的 就是不知道吃不會 吃的有什麼副作用啊 或者是有什麼 呃我也不知道的反應 好吧 到節目的最後呢 也不要把所有責任都攔在自己身上 我可以建議呢 就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小夥伴呢 可以幫我們多吃一點好不好 世界更美好 OK 就是也不要所有的都讓我們吃 我們真的 壓力還蠻大的 因為最近疫情的原因 好吧 然後我也希望這個事情快快過去 也希望那些蟲蟲鼻鼻人呢 就 不要來了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期待見吧 拜拜 還有我的Push Your Video 查理 秀 我們下期待 那麼ええ 我們下期待 他說 我們下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